体力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 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分专题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思想脉络 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 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亲自剥话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治水事业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明确了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 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路 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好治水工作 做好什么样的治水工作 怎样做好治水工作 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理论性 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基上有这么常的今天 可爱时代表合大三次 在那里并且继续进行体渠入